在冲突理论里面 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就是 当你内部有问题的时候 就转移到外部去 第二个 当你没有能力 按照你的方式 结束一场战争的时候 就扩大战争 以色列现在就是这样 那当然 当这事情发生了之后 对伊朗来讲 值得关注的是伊朗 因为伊朗 在我们在看金庸小说的时候 波斯人带着圣火令 明明教的那样子一种 感觉上面来讲 就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国家 可在中东 面对到以色列 以色列前前后后跟着美国 已经让伊朗 已经最少连中四枪 从苏雷曼尼在巴格达 美国公开讲 是我杀的 美国杀了苏雷曼尼 其实就已经开启了 已经将近50年 在国际社会当中 形同默契的 不应该再用任何暗杀的手段 达成政治目的 可是当美国这样做了之后 在这个世界几乎就开进 以色列之后 你看到他 不管是到伊朗的境内 也在巴格达夫 也在德赫兰附近 杀了他的科学家 核子科学家 你看到 也不过就是两个多月前 三个多月前的时候 用F-35 用导弹 在大马市 杀了他的圣城旅的 几乎把圣城旅指挥官团灭 再加上 这一次的哈尼亚的事件 对于伊朗来讲 或许他会觉得说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是伊朗在面对到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 这么嚣张的 在我的境内杀我的人 如果你都能够忍得下去的话 这个在国际法里面 是有公定的标准 你看到印度被怀疑 到加拿大 可能去杀了一个 席克教的教 一个教室 你看到加拿大的反应 你看到美国的反应 好像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你想想看当年 当年刘宜良江南的案子 你看看美国会放过国民党 会放过蒋经国吗 可是今天伊朗在面对到 以色列在几乎在中东地区 如入无人之境 逾取与求 伊朗所表现出来的脆弱 伊朗在面对以色列 除了出一张嘴之外 几乎无所作为 他会大大的削弱伊朗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以及在这什叶派当中的公信力 哈尼亚 巴勒斯坦 或者现在哈马斯 哈马斯是逊尼派 逊尼派的领袖 他为什么不会去躲在 逊尼派的大大国 躲在沙特 他为什么要躲在伊朗 你知道基本上他们逊尼派 都已经被美国长时间 来控制跟收编了 躲在伊朗 一个巴勒斯坦 哈马斯逊尼派的领导人 到德黑兰 甚至于是躲在伊朗的保护之下 现在在中东地区 在深远 哈马斯的全都是逊尼派 全都是什叶派 逊尼派几乎没有人敢讲话 可是这次以色列所采取的攻击行动 美国也不要客气 这个是世界上面没有人相信 没有美国睁眼闭眼 毕竟纳唐亚胡才刚去过美国 上个礼拜人还在美国 才刚回到以色列而已 就发动了攻击行动 杀了真主党 你说真主党去攻击你 你北部的边境 造成你的人员的死亡 好吧 那请问你这个哈尼亚呢 哈尼亚他是实质的 现在的哈马斯的领袖 在这场的冲突当中 哈尼亚几乎 如果以色列对哈马斯 对加萨地区是用种族灭绝 对哈尼亚是超加灭族 哈尼亚的家族的成员 最少60个人 已经在死在以色列的攻击之下了 但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 还牵涉到两个国家 第一个是中国 中国才刚调解了 巴勒斯坦的14个教派 的一个团结 这个里面哈尼亚 虽然没有到北京 可是每个人都知道 这是哈尼亚同意的 但是刚达成了 14个教派的团结 以色列就动手了 你把中国放哪里 第二个是法国 法国在今年 才两个月前的时候 马克龙在跟了习近平 习近平到法国访问的时候 马克龙特别跟习近平 在共同的 共同声明里面提到一点 马克龙希望习近平 支持奥运修兵 奥运期间的时候 大家让战火都平息 大家好好的运动比赛 呈现World Peace 可是在奥运期间会动手 这个对以色列来讲 是干冒国际是大大不会 在法国在办奥运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动手 转移了整个奥运的焦点 法国面上挂得住挂不住 或者纯粹是面子问题 中国到现在为止 这件事还没有反应 我们刚看到许多国家 在谴责以色列 中国还没有讲话 中国的反应是最关键的 现在因为本来以哈在和谈 对不对谈 战事休兵等等 所以他们就讲说 你就把哈马斯谈判的 最重要的人把他给炸死了 你还要和谈 谈什么呢 对目前这个状况真的是 我觉得对中东局势来说 真的是还蛮复杂 蛮雪上加霜的 因为先前的话 从黎巴嫩去 跟郑主党去攻击了以色列 造成足球场上 很多12个小朋友死亡之后 大家就在看 中东局势会怎么样发展 就没想到以色列采取了双杀的 这样一个报复的行动 所以现在等于是 先前的话球丢到以色列手上 所以以色列展开了行动之后 又把球丢回了 伊朗跟哈马斯 到目前为止的话 伊朗跟哈马斯嘴巴上面 都是要严厉的报复了 但坦白说 刚才湘瑞有特别提到一些 就是说这个局势的 整个的复杂的状况 现在到现在为止 看到最新的消息 虽然美国否认 他们中间有任何的介入 也说事情不知情 但是你看他们的国防部长 Austin他已经表示了 他说只要有任何 攻击以色列行动 美国是站在 以色列协防的角度的 所以看起来美国的话 我觉得他这一次的态度 显然的看起来 有点点即便说双杀的结果 导致了中东局势的复杂化 其实美国不见得是乐见的 因为目前他们在进行总统大选 但是的话 他们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从Austin的说法里面看起来 似乎还是会挺到底 去挺到底的话 会不会让伊朗方面 在这一次嘴巴说要严厉的报复 然后事实上行动上面的采取 会不会稍微的有所转环 我觉得这部分是可以去观察一段时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上次的话 以色列在叙利亚 攻击了伊朗的 驻叙利亚的使馆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伊朗也是强力说要报复 但它报复之后 就打了300枚的飞弹 看起来规模很盛大 但是有点像烟火秀 就没有真正造成 以色列的实质上面的一些伤亡 所以等于是形式上面 达到了一个报复的行为 实质上面并没有扩大中东的战事 这一次会不会那么简单 会不会那么幸运 我觉得这部分的话 要进一步去观察 因为目前的局势看起来 是确实很复杂 对伊朗来说的话 如果说他这一次吞人了下来 跟上次一样 坦白讲确实 我觉得伊朗在这个中东地区 你是不是还有任何的立足之地 你的颜面也好 国家的尊严也好 如何的维持下去 尤其是目前看起来 这个哈尼亚 哈尼亚基本上 如果他不离开卡达的话 坦白说 以色列大概也不见得会打他 也不见得转到他 或者他至少承诺卡达 他不会去动手 所以但是问题 你一出了这个卡达 一到了伊朗 马上就歼灭了 就是狙击了 所以我对伊朗来说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相当程度的一个政治上面的考验 对于伊朗来说 我觉得他可能要考虑到的是一个 中度的局势之外 还有一个美国对他的制裁 因为美国 现在伊朗的整个的经济状况 事实上是蛮糟的 所以新的总统上来之后 其实是不是 美国对他的制裁 是有可能宽带 有可能通过核协议的方式 重新给他一点喘息的空间 这部分本来美国跟伊朗 是有在商讨当中的 但是如果说这次伊朗 用一个非常强烈的报复行为的话 会不会因此而导致了美国 对他的制裁继续的加重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显得出来 整个中东局势的非常的复杂的部分 包括中国跟俄罗斯 事实上中国的态度 今天有谴责 有出来谴责 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 他是出来谴责以色列的 只是谴责是一回事 但是会不会实质采取行动 因为我觉得在中东地区的话 近的看是阿拉伯世界国家 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在拉远点开始中国跟美国 或者说美方西方 以及中俄在那个地方的 一个利益的争夺 所以这部分的话 等于是迁一法动全身 所以目前看起来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紧张 所以很多飞机也不飞 然后很多航运指数都不断的飙高 风险往上飙 但是会不会是一个 斗而不破的一个紧张状态 我觉得要看这一两天当中的 局势分析 但是我们可以去预知的是 任何一方的 如果有任何的行动 事实上全球 我相信它要付出的代价 都会非常的惨烈 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大陆跟俄罗斯的战机 轟6加上战机 就飞跃了阿拉斯加 美加当然也战斗机上来 第一次大陆飞离了本土 一直到了 过第二岛链 然后到了北美去 这个意味什么 刚刚那个话题 就从纳坦雅胡的 在以色列的状况 然后你看看 大陆不断在尝试做调停的动作 包括俄乌战争 包括以色列跟哈马斯这边 都期待调停 可是美国 跟大陆在对抗的美国 到处在三风点火 希望用代理人战争 然后从战争里面 他到底要得取什么样的利益 刚刚谈到这个以色列的纳坦雅 他本来在这个 哈马斯启动攻击的时候 他的民调是很低的 他内部几乎已经快 位置坐不稳了 所以他当时 第一瞬间就是打 打了以后就开始把内阁 暂时内阁 现在暂时内阁也解职 停了 所以整个形势对他来讲 是政治形势是相当不利 所以最后这一次很可能 很极大可能就是为了报复 这个前两个礼拜的攻击 所以才会发生这个 那你再看看整个大陆的演习 然后大陆对外 不断的释放和平的气氛 要用一带一路 然后要用经济共融 他完全没有提出说 用武器用武力去侵略第三国 然后要崛起他的经济利益 所以再看看台湾 你讲到说 川普准备要用这位先生 我们现在是2.5% 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 台湾达到GDP的5% GDP的5%就几乎我们要编 一兆2000亿的预算 各位我们现在今年大概 会来到两兆八九千亿 那你等于一兆2000亿 就是几乎用了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的预算 用在国防军事 那另外人事费用 就占到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二 那你剩下所有的老人補助 龙肥補助 山中緑社補助 家修律補助 生孩子補助 除了那都不用说 那你其他所有建设全部停摆 那你就淹水继续淹水 那你多了一些飞弹 多了一些战机 再来我们所向老美购买 我们确实要护卫 我们自己的岛屿 我们的土地我们自己捍卫 可是你卖给我们的 你提高我们多少成本 我们战斗机别人买一架 是22亿5000万 我们买一架是将近66亿 我们用买F-35B的价钱 才买到F-16 那F-16只要真的最倒霉的 就是说真的避免不了开干了 第一瞬间 我们所有台湾任何机场 连我都知道我们机场哪些跑道 就不用讲中国大陆 那整个第一时间 被这些导弹毁掉了这些跑道以后 你买这些F-56包括AV升级CD 包括EFG都一样没有用 你飞不了 你看看乌克兰第一时间 被钳制了以后 他一点制空权都没有 所以如果今天美国很有诚意说 要我们适度的提高我们的预算 可以 你先坐下来 我帮你特制量身定做一套 我给你什么装备 我F-35B可以垂直起降 我可以提供你 那你其他怎么样 对不对 如果你愿意这样跟台湾 你不是 你都出一支嘴 说一说就叫我们买 买钱 落到现在钱 1千亿2千亿4千亿5千亿拿去盈 叫你购买器你说没盈 钱拿了武器不来 220亿美金 对啊 6千几亿 这些武器拿到哪里去 他拿去给乌克兰 先给了乌克兰包括海马斯 包括爱国者再来 他给乌克兰是要什么 要算账的 他是另外这些钱多少 将来乌克兰要还的 然后他卖给我们多少 他卖给乌克兰多少钱 他拿我们的 把我们付的成本的这些武器 他是高价卖给乌克兰 然后他现在进驻 没收了乌克兰这些国营企业 将来都要还债的 如果今天台湾面临到这些 台湾不比乌克兰 因为他美国了解我们 有很多外汇存底 我们有很多钱 他要来拱台湾是这样 他是看到我们有很多钱 因为搞乌克兰他已经得到很多经验 这个要先垫款 台湾他不用垫款 我们有的是钱 武器不断的运过来 我们就不断的把钱送过去 最好台湾人就全破亥借底 为什么不能求和平 所以领导人没有智慧 还好我们看看清德兄 看看我们梁文杰说 从两国论现在到两岸 现在变成两区都能谈了 用一点智慧 台湾其实可以避战的 资贷很高 贵资贷很高 当然因为农历7月1号快到了 你把两个遗体留在台湾了 接下去话很多的 就是中国人对7月1号 其实很在乎的 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一次把渔船的事情 2月14号的中南盛 做个收尾的时间 刚好是赖清德 在IPAC的场合当中 在大谈2758号的时候 其实一边办活动 一边给参与活动人 制造一种国际宣传 台湾对大陆基本上面 是很理性互动的 那个跟事实差距当然很大 不过这一次 在澎湖外海这事件 我觉得台湾应该要 应该尝试用另外一种的 交涉态度 就是问清楚 这个时候不是还在你的 伏济修鱼吗 如果还在伏济修鱼 上一次抓大金买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伏济修鱼执行了 非常的严格 全大陆12万条的渔船 全部进港 除了少部分要出来的 我所知道伏济修鱼 并不是没有渔船出来 如果你的远洋渔船 各方要出来的时候 是需要特别取得许可的 那大陆方面可以去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些船 在澎湖附近 伏济修鱼呢 如果1999年以前 伏济修鱼是到7月30号 昨天是7月31号 如果1999年以前 7月31号你出来是OK的 可是现在的伏济修鱼 基本上都到8月16号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船 船过来 到底是你的伏济修鱼 伏济修鱼的范围 我们知道它包括了渤海 包括了黄海 东海南海 可是台湾海峡 在每一年大陆的农业部门 渔业部门所公告的 伏济修鱼范围 台湾海峡都是个空板 就是它没有明确讲 台湾海峡到底伏济修鱼 或者范围在哪里 渔船是怎么活动 都没有讲 台湾在这一块来讲 其实是可以针对台湾海峡的 就是说 我们从一个生态保育的角度 不用讲政治 生态保育的角度来讲 伏济修鱼 台湾也支持 对鱼类是能养护 但是到底时间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 大家的活动 该如今 可以就这一点 去跟大陆去交涉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几条船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他们现在回去了之后 会不会受到处分 让大家搞清楚 以后大家避免触法 第二个是 这次对这条的渔船 撞了船跑了 比较特别的是 大陆的海警船到了 在过去没有 在过去 如果你在海上 澎湖附近 发生这种碰船事件 不会有这么快 有大陆的海警船 很快的到 所以大陆的海警船 现在执法的范围 已经很靠近澎湖海域 而且对它的渔船的活动 我认为它是 知道这个渔船活动 或者这个渔船 当它发生了碰撞 被台湾的海警 在追的时候 它很快的通报了 大陆的海警部门 表示未来 即使在澎湖海域 对方的海警 跟台湾的海巡 执法是会有 进核问题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 不用大做政治文章 就是论事谈 你不是在福气休雨吗 为什么福气休雨 会有这么多的船 在这个时候 跑到澎湖 是不是我们记错时间了 美国有依赖论 对不对 六千条对美国 我怎么没什么在想 但是它对日本 是性格的质量 这点你怎么听我 他说台南市场 在那里也做了很多事 我跟你讲 所有 它光是日本留下来的景点 还有多少钱去整理 所以我才会在那 那十个景点我跟你讲 北白川公就死在台南神社 后来改成体育馆 现在改成美术馆 旁边武德殿 台南州厅 警察厅 合同厅 欠业银行 再来零百货 所以我才在这中间里面 弄一个未安护铜像 让你来 来看看 他对日本是性格的质格 安倍晋三是他的行 我现在回来了 好 各位要了解 这是赖清德的下一步棋 他在下一盘棋 他是有逻辑性的 他在选举的时候 你跟他选的时候 他讲什么 你都没注意听 他说不排除用核能 他讲过了 好 那也不排除到立法院 是依照宪法精神 跟立法院直选行事法 他要到立法院 而且他也愿意来 坦白讲 我们讲比较烤的 真的他来了113个委员 有几个能跟他对打如流 一比一对一的 我跟你说 他来的整个是他收割 他是在下一盘大棋 然后他说 你看他从佟子贤 释放这个要阻隔的信息 然后佟子贤对永和的说法 再来用了郭志辉当部长 再来卓隆泰当行政院长 这都是他在惊奇的 我跟你说 他就最厉害了 要吃鸡小鸡 凶皮又鸡鸡鸡 你说很青鸡 这就是他的本质 所以床上那边不要这样 你这样 他看起来 他有他的逻辑 我没有浪费五六年 第一个 他满足了基本教育派 我2025非和家园 达到了 蔡英文的任期只到2024 当时他从2012年 跟马英九参选的时候 就提出2025非和家园 如果你今天你落选了 你是一个很负责任 我又计划的 那你2016才当选 你应该讲我2029非和家园 这才对 可是不是他就定2025 好 那为了让这个2025的审主牌 实现了 所以他明年一定 核山一定都停掉 核四不可能重启 然后就表示 我2025非和家园 我达到了 我不管你台湾人民 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不管你企业要付出什么代价 经济如何衰退 你跟不上 跟我没关系 那我再编一个9000亿 各位 太阳能光电有多少官商勾结 你还没办 清朝你还没办 蔡英文办了一件 台南光是一个案 就涂利91亿 那么多案 你告诉我会办 卓龙泰你也跟我说会办 曾明谦部长你也说有分案 但你们还没有办一件 那你现在又搞了 我非和家园以后 他又搞了9000亿 要继续搞绿能 绿能是 住店 要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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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なんか买 吃不吃 什么人在内卢在吃 很清楚 赖清得比我清楚 我听到的 绝对都是他听到 而且他听到的比我多 我也深信他愿意打击黑津 愿意挑战官商勾结 请听你的办一件出来 没你会崩 consequently 那他现在讲了 因為要重啟 要研議 要檢查 然後要測試 所以大概要五六年 所以他就提一個說2030 這就是測風向 卓榮太故意丟出來 如果你今天出來澄清說 沒有 你們都誤解 媒體 台灣媒體都誤解 日本媒體都沒有誤解 怎麼會變成台灣媒體誤解 而且你怎麼會跑到產軍 接受產軍訪問的時候才丟出來 這都青鐵在驚 青鐵在驚 青鐵在驚 不用來這個 比較阿殺的 不用歹勢 台灣真的面臨能源危機 你也看到 人民2300多萬人也都看到了 大家共同面對 你何必要再讓我們苦了幾年 那電價漲的算誰的 物價漲的算誰的 那整個產業 AI內閣 沒有電就變成會害的內閣 修 一定修 但你怎麼修 你鬥不夠他的 我跟你講民進黨 知法 玩法 弄法 法都穿萬條 他們都自己修 你不要煩惱 你對著他們 你知道嗎 剛剛講到法務部 法務部真的是 我看他是 鄭明謙是 二十幾年來最有實權的法務部長 那就是給他 所以要抬上了 抬上了 你才知道要少年了 這個NCC怎麼可以這樣 他說補空窗期 我現在也反對開喝啤酒 哪有什麼空窗 你們現在搞個代理出來 就沒有空窗期了 哪有什麼空窗期 這個就標準的給打手 一個榮譽 就是給他代理主委 靠賞他 我也覺得 我覺得你說是純粹靠賞 我不太覺得 我覺得這個事情太詭異了 而且太匪夷所思了 就是說明明是一個 任期已經終止了 而且立法院通過 不再延任的一個人 你突然間讓他延任 而且不再延任 就還讓他去代理主委 然後的話 本來大家都知道說 法令通常來說 立法院通過之後 總統公佈就是實施了 還有說總統公佈不實施的 還要等到行政院統一 才可以實施的 所以你覺得太奇怪了 我覺得這一點就代表裡面藏的 可能你不可言說的一些秘密 我不曉得是不是這一段時間 我本來以為說 這個什麼10天之後 總統公告公告之後 三天之內實施 所以他有13天之內 要想要幹嘛 現在可能還不只13天 可能一個月 可能兩個月的時間 他到底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不見得不可能 因為我們剛剛在 晚會剛剛特別調 翁伯中這個人很詭異 他當年就不斷的說 要讓NCC的法案 人勢力盡快通過 他那時候竟然用那種情緒勒索 說如果你不通過的話 iPhone16就沒有了 這種話 NCC的副主委講得出口 你不覺得這很匪夷所思嗎 所以聽起來我覺得他幾乎是 配合上面演出的那樣的 一種角色就是了 所以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賴慶上任之後 包括我們剛剛在講到 這個核四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他 理直面子都要 兩面討好多面討好 什麼事情都 豆腐兩面光 什麼東西他都要佔盡 你看這個不只是 你看對於這個核四的事情 又要去討好基本教育派 然後又要對外說 我有在考慮核能 你要考慮核能 你就現在考慮 沒有到2030年 你卸任之後才要考慮的 然後再來的話 你真的要考慮的話 你看現在任何的有關於 包括趙先生提到的 核子設施的法相關的修法 民進黨有人要提嗎 沒有人要提 如果你真的真心誠心說 我有考慮核四 怎麼沒看到你在提修法的事情 不是嗎 而且過去未來這段時間 6年之內 你說2030年可能要用核四 請問未來這6年期間 你電購嗎 你店家不漲嗎 你綠電有嗎 你都是要用髒電嗎 你不只要用廢發電 要用命發電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民進黨來說都不重要 對他來說 他只要那種堅固維持政權就好 所以回到NCC這個話題 不也是這個樣子嗎 今天突然間 兩個新任的委員會告訴你說 哇當初怎麼樣的說要關中間 現在突然今天講說 哇什麼什麼政媒集團化是民主危機 到底是誰釀成民主危機 我們所謂的民主危機是一件事情 法治是民主的基礎是一件事情 你看不再是民主危機 連法治都出現危機了 所以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說太可怕 就是說民主隨你講 法治隨你玩 這是我們要的政府嗎 是啊 我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你真的覺得這兩位學者 有時候 我以為以前是學者 我們實在對學者 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對於學者在未來 在過去一段時間 NCC很多的主委跟很多委員 幾乎都是學者 但坦白講 我覺得依賴這些學者 可能他們對於實務當中 未必真的那麼了解 再來的話很多學者 就跟政府之間的關係 在臨聘的過程當中 他已經挑選了若干學者 所以剛剛趙先生講到 事實上是 那時候從總統府 流出來的文件裡面 講到這兩個偏率 然後中間還講說 所以針對關中間的政策 他們會支持 所以已經講到這種程度了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時間點上 如果我說這兩位學者 不是這樣的人 我完全超然 我們有一個政治立場 他就出來講話了 他就可以出來講這一段 叫做正媒集團話 事實上是台灣民主的悲哀 那個時候不講 那個時候 甘為別人的棋子 然後真正就做出了 關中間的行動 而且我覺得不只是關中間 大家會覺得那關中間 你是有立場嗎 不是 然後進電視 大家不要忘記 所以我覺得最可悲的地方 就是你覺得媒體那麼多了 怎麼還允許進電視 所以如果你當初講到 中間應該關的理由 你就不應該再去通過這個 進電視 而且那時候還講 進電視不做任何 跟政治有關的東西 他現在不是一樣做了嗎 所以我的意思說 到底NCC在審什麼 這些從學界來的人 他到底替我們台灣的 整個媒體的生態 整個媒體的文化 替這些所謂的 要為人民喉舌 監督政府的生態 他到底盡了什麼力 我覺得這份真的是 畫得非常非常大的問號 所以我覺得我們剛剛在講 溫伯仲這個事情 重要的地方在於說 過去的NCC大家滿意嗎 你覺得最簡單 你滿意嗎 你覺得過去的NCC的委員 有誰真正盡到他們 該盡的責任 如果沒有 憑什麼嚴任 不但是嚴任還當代理主委 而且還現在還不曉得 要代理多久 這中間不是有貓膩嗎 正銘集團 清德兄 你很清楚 什麼是正銘集團 你當時在台南市 只要受到委屈 你就跑去接受這一台的專訪 對不對 我們不是跟你講嗎 他買了台南市一個學校用地 後來你要準備把它解編 如果是我們出來逛 賺幾倍你知道嗎 最少已到今天 這台還要贏了 最少賺十八倍以上 十八倍 好 那屏東 我說你辦鄭文昌 我鼓勵你 給你一個讚 可是你現在用的人 有比鄭文昌乾淨嗎 正銘集團 土地怎麼弄的 在屏東有沒有 沒有 人家要申請許可開發 你擱置他 然後找一個四十幾台的 也有五十幾台的 找那個集團 媒體集團 叫人家賣一半給他 同意了 就把你這個要開發的標的 賣了一半出去 我才准你開發 你民進黨就是這麼台高生 你知道嗎 要過來 來歡迎說 我調整人給你看 這兩個人我是很看不起他 但是算勇敢 你點出這個問題 表示這不是只有我看到 我聽到 對不對 有的人來投訴 那當然有權利 你有政權的人 才會有貪污上下其手的空間 賴清德你一直說你要打擊黑軍 挑戰官商勾結跟我一樣 我沒有看到你在做 所以我要時時刻刻提點你 什麼哪一個案要辦 哪一個案不辦 他們現在搞到最後說拆夥了 我沒有 那裡我沒有關的 人死也算不懂 你沒有關的 對不對 你還派到人家裡面去當中常委 就等於掌控執政黨 然後進入執政黨的核心 再來所有的NCC 監督的這個單位以下 行政院各部會的資源預算 還要編標案給他 那現在再搞一個比較快的 吃得比較快 比較大碗的就對了 一次電影補助整個 兩月三月就做一次去 拿去看你打什麼皮農板 我也很會演 你補助一條 我們就拿來 我們親的人就可以拍一次片 搞個兩三億 高佳儀來做最佳女主角 他現在沒辦法 可以唱主題曲 可以唱主題曲 我覺得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事情 它都已經沒有規矩 而沒有規矩 也不會受到懲罰 輿論也很冷淡 它基本上就是媒體環境 所造成的 那不管我們剛剛講的 你看卓龍泰的講話 日經新聞是白癡嗎 不知道台灣的政客 或者民進黨講話 就那個調子 我可以教一些外媒 因為他們經常會想 訪問官員之後 然後就在那些文字當中 做刻意放大 符合自己想像需要的解讀 當民進黨說不排除什麼的時候 他就是排除 當民進黨說可以討論的時候 就是僅止於討論 當民進黨說 我們要設一個專案小組來研究 就是不用討論 你真的可以開個外媒訓練所 我跟你講他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些外媒 總是煞有其事以為 他說可以討論 他說不排除 我看他就是不會 卓龍泰只是可以沿著一張臉 去對著外媒鬼扯 對日經新聞怎麼樣 對台灣的報導很多 在寫台灣報導是哪些人 基本上就是你民進黨同意掛的 同樣的今天 大家在討論NCC的時候 NCC其實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是我們到底今天還要不要討論 有關於就是說 衛星電視的資源 是不是還要去認真的思考 它的稀有性跟有限性 還要不要給NCC審照權 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 今天的衛星電視 低軌衛星都已經滿天飛了 衛星的資源將來是很豐沛的 它基本上面 已經不再具備稀有性了 頂多只是我們在局限 為維護Cable業者的利益 是Cable是那些 有線電視業者的利 而不是這些 所謂的有線電視的有限性 沒有這回事 你給NCC莫名其妙太大的權力 而這種的權力 可以去前置特定的資本 跟特定的媒體 那兩位委員 我不知道 當你最後一天 你好像 好像人之江江走奇焉野善 你戴口罩幹嘛呢 讓我們認識你一下嘛 我也不知道 就最後一天了 當官當到最後一天了 出來出來講肺腹之言的時候 是見不得人嗎 需要戴口罩嗎 堂而皇之 你說有疫情嗎 我們在這邊有兩個人戴的 我們天天不都在噴口水嗎 你有看到我戴口罩嗎 你在路上看到我唐槍龍 然後吐口水 你知道那個是唐槍龍嗎 可是這兩個委員在路上 我不認識啊 就是委員們如果真的要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請問你當初2020年中天審的審照的時候 為什麼7比0呢 那你們你們那時候在投票的時候 是怎麼想想這件事的 你不知道把中天呢 從五十二台拉下來是很爽的事情 塞一個呢 沒有沒有收視率的華視單的地方 代價而估 把整個的整個的所有所有的新聞頻道 從頭排到我就全都是綠的 講話呢 用含糊其詞的方式正媒一體化 誰不知道 可是你講的是各打五十大板嗎 你是說藍的綠的白白的正媒 都在集團化嗎 你會不會太客氣太謙虛了一點 人都到死了都還不敢講真話 我們還要假裝去捧他一下 他們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他們好像呢 好像有了一點點的良知 開始講一點點 符合實際理解需要的話 那叫那符合實際理解嗎 他還是在講空話 何況他基本上面過去幾年 基本上面就是筷子手 是助索為虐而已 我們看到剛剛在講到就是說呢 這種的正媒集團化 誰不知道呢 謝龍介剛剛話講一半了 講到中中天 中中天 中中國中國時報呢 今天用寒沙攝影的方式 正媒集團 草地皮 然後呢 然後呢 牟利如何如何 然後呢 寒沙寒沙攝影的草地皮 然後呢 土地變變更 你在講講什麼 你講的不就是 當初賴清德 還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有沒有把一個學校做地幕變更 地幕變更之後 要土地海派的林昆海 有沒有 你說講得清楚一點就好了嘛 幹嘛還需要中國時報寫這種新聞 還要寒沙 我覺得我的中國時報也可恥 我過去是中國時報出來的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為什麼 因為當初 當初我會 原來我和陳鳳馨 我們在中視做節目 為什麼突然間就不做了 就為這件事 當我們在談這件事的時候呢 中國時報的上層 告訴我們說不可以談 為什麼不可以談 我說這新聞上面都有啊 調查局也確實呢 曾經一直在調查這些案子 這些呢都是公開資料 而在當時這個地幕變更 確實是台南市話題性很高的 那是賴清德市 又牽涉到林昆海 為什麼不可以談 就是不讓我們談 他說你談的我仗簡 因為我們是用錄的 之後第二天我就不去了 到現在為止 我說如果你當時都不讓我們談 今天你在寫些什麼東西呢 你的寫的都還沒有 比我今天講得清楚 跟那兩個NCC委員有啥不一樣 那兩個NCC委員呢 如果呢如果呢就是呢 就是郵報琵琶半遮面 你今天中國時報 作為自認為所謂的直報 寫新聞寫到那個樣子 有誰看得懂 寫大家看得懂的東西 講大家聽聽得懂的話 為自己的權益呢 或者為今天大家真的在乎的 新聞媒體的標準 這些的傳播學者 今天你好意思回學校去嗎 我告訴我 我作為一個新聞人 我再也不相信這些傳播學者 我再也不相信新聞學 給我的任何的訓練 因為你們都很虛偽 我覺得這種事情關心則亂 雖然這是民眾黨的家務事 可是就是因為是家務事 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家務跟黨務 最後會分不太清楚 就是陳佩琪固然很 我覺得柯文哲 本身是一個有魅力的人 不管他講話怎麼怎麼講 你或許覺得他這個時候失言 這時候講over了 可是其實基本上面 他講話你認真想 他有他的邏輯 那個邏輯 你喜不喜歡是一回事情 我覺得總還是可以成一家之言 但是陳佩琪在旁邊 關心是一回事 可是當你真的入黨了之後 真的覺得民眾黨不會是好事情 就是家務跟黨務 經常會繳獲在一起 會讓黨員在面對到 一對夫妻在主管政黨的時候 你底下人會不知道怎麼講話的 不是好事